215 《中國經營報》 合同糾紛未被駐科達股粉涉嫌去增收入 2015年7月27日營商環境B06 汪洋科達股粉60萬0986 涉判金額近8100萬元的合同糾紛案將在8月開庭 7月7日 科達股粉發布公告稱 其於近日收到廣西藏族自治區域臨市中級人民法院傳票 2015 獄中文二初至第13日 及自然人黎興谷向廣西藏族自治區域臨市中級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訴狀 黎興谷以建設工程師公合同糾紛為由對其提起訴狀 廣西藏族自治區域臨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受理該案並暫定於2015年8月25日開庭審理 據中國經營報記者了解 這已不是科達股粉第一次因合同糾紛引發訴訟 早在一年前 科達股粉就因合同糾紛遭遇訴訟 涉判金額為1736萬元 當時科達股粉一審敗訴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糾紛均源於浴港高速公路項目 近期 科達股粉近30億元的重組預案剛剛獲得證監會批准 科達股粉已通過重組完成業務轉型 而上述糾紛案所牽涉的問題或對科達股粉重組構成影響 記者就上述問題致電科達股粉 但對方電話一直無人接聽 工程分包野為2011年3月28日 科達股粉與廣西育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簽訂廣西育林志鐵山港高速公路路面工程 納合同斷施工合同 合同標的額4.4億元 合同供期10個月 計劃開進工日期為2011年5月28日至2012年4月1日 當年該項目實現營收6,016萬元 2012年 科達股粉來自浴港高速的銷售收入達3.23億元 佔其當年營業收入的21.4% 浴港高速也是科達股粉當年的第一大客戶 值得注意的是 科達股粉當年營業外支出達534萬元 較2011年增長151% 主要原因是公司廣西育港高速項目工程罰款所致 不過對於罰款原因 科達股粉並未列出 雖然科達股粉在育港高速項目上獲得了大額營收 但該項目卻引來了數起訴訟 記者從中國裁判文書網了解到 僅2014年以來 科達股粉應該項目引發的訴訟案件就達7件 科達股粉在多數案件中軍敗訴、終審 其中包括去年科達股粉公布的與黃燕、 臨處稱訴訟案件違規分包等問題 2011年5月 科達股粉申請設立科達股粉玉鐵高速公路項目經理部 2011年8月24日 科達股粉玉鐵高速公路項目經理部 合同中為甲方 將科達股粉承包的工程納合同段裝號 其43加400 其88加000的交通安全設施工程 陸化和中央分甲大機電管線鋪設等分 包括臨處稱、黃燕、合同中為月方 並簽訂勞務協作合同一份 開工日期為2011年8月31日 交工日期為2012年4月30日前 合同同時約定 月方臨處稱、黃燕在本合同簽訂後 並投入使用、印該項目路面納合同段降 護蘭板和納署配件因便更引起造價上升 經廣西八季工程監理資訊有限公司 浴鐵高速公路Energy6總監理工程師辦公室審核 確認採透成本保差價為93萬元 2013年10月 月方臨處稱、黃燕將增加的工程量確認單 便更令等交由科達股份 浴港公司進行審核 浴港公司聘請的總監理、監理、主任等工作人員 以及科達股份項目的經理均有在上述單據上簽名概章 上述審批表等單據反映合同外增加的工程量工程款為493萬元 2013年11月 林、黃等員告委託廣西工信工程造價諮詢公司 對工程合同及合同內項目費用進行結算 結算的總價款為2672萬元 根據監定意見 合同內項目的工程款為2672萬元 減去以支付的工程款1622萬元 科達股份上欠原告合同內項目的工程款1050萬元元 另外還有合同外新增工程量的工程款493萬元 成本補償差價93萬元 以及裏約金100萬元 科達股份共應付原告1736萬元 據一審審判文件顯示 分包商林處清與黃燕均未取得相應的施工之質 科達股份存在違規分包的事實 記者從原告代理律師梁志才署了解到 目前科達股份一審敗訴 二審懷未開庭 對於目前案件進展情況 梁志才表示開庭前不便透露 財務造假有前科王燕 臨處清將結算的結果通過郵寄的方式給科達股份後 科達股份沒有在法院指定的舉證期限內提出相反的證據 亦未在這一期限內申請重新鑑定 與此同時 科達股份幾未就該事項發布公告 也未對浴港高速項目做相應的財務備註 對此 一位從事工程項目多年的業內人士向記者表示 如果上市公司沒有對可能涉及訴訟的項目以其他應付款備註 公司則存在虛增收入的可能 天津德希律師時務所主任律師龐世耀認為 一般來說 上市公司在重大項目中可能涉及的糾紛金額應力入相應地應付帳款 如果上市公司沒有力入 最終引發訴訟導致上市公司項目收入減少 那麼上市公司就有虛增收入的嫌疑 除了浴港高速涉及多項糾紛案件 近年來,科達股份因工程分包涉及的糾紛也有多起 科達股份還增因關聯交易、財務造假等問題於2011年受到證監會處罰 原董事長劉霜因此被證監會認定為市場感入者 自宣布決定之日起 十年內不得從事證券業務或擔任上市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職務 在此情況下,當時僅29歲的劉豐傑、劉霜之子、 臨危壽命任科達股份董事長 科達股份目前主要從事各級公路、市政基礎設施、 橋稅、水利等工程項目的建設施工及房地產開發銷售 近年來,科達股份的經營狀況一直不甚理想 在此情況下,科達股份於今年1月份拋出了總額近30億元的重組預案 該重組事項已於近期獲得證監會通過 值得關注的是,近期頻發的糾紛案所牽涉的問題 可能會影響到科達股份正在進行的重組事項 科達股份重組預案顯示,科達股份以以5.56元股的價格非公開發行4億股股份 同時支付現金7.17億元,合計作價29.43億元收購百富士 上海同立、華一潮幣B與林木峰 派稅威行5家公司百分之百股權 同時,科達股份亦向公司控股股東科達集團、 潤民投資等七方以5.56元股的價格非公開發行1.33億股 合計不超過7.41億元用於毛澤佩套資金 科達股份已收購的5家公司均為提供活動管理、 策劃、互聯網營銷等業務的服務性公司 與其現有業務並無關聯 科達股份謀求轉型的決心可見一班 同時,已收購的5家標的公司2014年 聯合計實現營業收入11.9億元,歸屬母公司的淨利潤1億元, 均超過科達股份同期數據。 龐世耀認為,一旦上市公司的訴訟案件所牽涉問題涉及虛增收入等財務造假事項, 無疑將會對上市公司的重大重組事項構成影響。 2012年營業收入15.08億元 肉港高速公路項目收入頓3.23億元 營業收入佔比21.4% 增達股份工程分包涉數中增達股份 肉港高速項目所涉數中相關規定書 2014年至今2014年至今引發訴訟7件。 且科達股份多以終審敗訴結局下輝威與科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廣西肉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買賣合同二審民事財定書 科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恩與唐紅良 廣西肉港高速公路有言公司強任合同九分管核權 而以二審民事財定書科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與廣西肉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林儲稱,黃燕建設工程師公合同九分二審民事財定書 科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陳志斌 廣西肉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租任合同九分管核權 而以二審民事財定書科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恩與艾成輝 廣西肉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建設工程師公合同 九分管核權而以二審民事財定書 科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黃偉 廣西肉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建設工程師公合同 九分管核權而以二審民事財定書 科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劉明介 廣西肉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租任合同 九分管核權而以二審民事財定書 。